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众所周知 很多生物都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只是它们奇葩的长相 让人们无法接受它确实存在 在动物界中 就有这几种最奇葩的动物 它们独特到超出人们的想象 宛如来自外星的生物一般 令人感到感觉 最后一种更拭目击者证实极为可怕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这里是高能知识院 我是院长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玻璃蝴蝶 蝴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生物 但是有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少见的 就像之前说到的爱神闪蝶 玫瑰水晶眼蝶 光明女神闪蝶等等 而玻璃蝴蝶也是其中的一种 颜值相当高 甚至能和世界最美的十种蝴蝶相提并论了 玻璃蝴蝶主要生活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气候比较湿润的森林中 甚至算得上是大自然的奇迹 主要是他们有着如此透明的翅膀 看上去就和玻璃一样 所以他们的名字也是这样来的 玻璃蝴蝶外观和大部分蝴蝶都不一样 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比较明亮的可以警示的颜色 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己的安全 因为他们变得完全透明 在自然界中很难被发现 普通的蝴蝶翅膀上五彩斑斓的颜色 都来自于上面的彩色领片 而玻璃蝴蝶没有彩色领片 所以显得比较透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美丽了 当光线呈现一定程度的折射的时候 蝴蝶就会不那么透明 最终有着类似于彩虹的颜色 甚至和泡泡有点类似 而玻璃蝴蝶并不是完全看不见的 在翅膀的边缘 有着一圈棕褐色 身体也是棕色的 虽然透明蝴蝶有着比较脆弱的身体 但是在迁徙的时候也会相当的团结 可能有人好奇动物为什么要迁徙 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而蝴蝶也是这样的 玻璃蝴蝶在交配的时候 雄性会全部聚集在一起 然后积极地放出信息素 可以更好的吸引雌性 这种奇妙的蝴蝶在幼虫时期 身上会有着比较厚的纤维 而身躯则是紫色的 带着一定的条纹 它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吃有毒植物的 类似于世界十大毒王植物之类的 来自自然界的致命植物 而当它们成年之后 身上依旧是带着毒性的 即使是成年之后 也不会失去毒性 这样可以给捕猎者带来一些不好的感觉 第二 用生殖器呼吸的乌龟 眼龟 说起龟类 这种生物在人类生活中非常常见 有些人的家庭中还有它们的存在 龟类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长寿的代表 但很少有人将其拿去观赏 能养在家里面的大部分成为孩子们的玩伴 似乎在我们的心目中 它们和颜值并无关系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虽然龟类在地球上不多 但事实上在地球上还是有些龟类的样子十分好看 这种龟类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隐龟 隐龟要称玛丽何龟 说起这种龟类 首先要讲一讲这个龟类存在的地方 澳洲 众所周知 这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州路 但除此以外 这里还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其他殊荣 例如名列世界五大海角的东南角和西南角 就存在于澳洲 除此之外 这里还拥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以及独特的动植物 大家都知道生物的学名 一般都和其生活习惯 体型特征有关 而隐龟的名字其实也是这样 他们喜欢藏在泥土下 或者躲在海藻中 然后趁六来的时候突然袭击 因此得名为隐龟 而除此之外 名为玛丽何龟 也是有所依据 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澳洲境内的玛丽何一带 他们体型不大 只有40到50公分 但其头部极为特殊 如果不仔细看 就好像是头上长了头发一样 但其实这是一种海藻 与玛丽何龟的关系是共生 后者可以利用这种海藻来伪装 而海藻也通过生活在玛丽何龟的身上 从而实现到处繁殖的目的 别看他们的样子十分可爱 但是性格也实在是凶猛 如果在家里有饲养这种龟类千万不能用手去触碰他们 因为会有被咬的风险 但即使他们那么厉害 还是讨不过人类的手掌心 在上个世纪 这种龟类一度成为澳洲人民的宠儿 其十年间就被人类捕捉了上万只 这瞬间影响了他们的种类繁殖 为了不让他们灭绝 澳洲人民才开始停止对他们的捕捉 旧猪鸡 旧猪鸡是一种大型走琴 体长约61到70厘米 体重1100克到1800克 雄性比此性略大 是猪鸡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鸟头小而圆 比其他的猪鸡有一个更长的脖子 腿和尾巴 翅膀短而圆 成鸟有一个裸露的蓝色的脸和黑色的脖子 虽然没有其他猪鸡有缝头 但是这个物种因为它长长的脖子和头部 看起来特别像是一只秃鸠 应经得名 九猪鸡 颈部式褐色羽毛 全身的羽毛由固蓝色 淡紫色黑色和白色混合 丰富多彩 旋利异常 长长的腿在灌木林间 奔跑可以持续50到100米 幼鸟羽毛主要是灰褐色 有斑点 下体蓝色 成长迅速 翅膀大约两周后就出现羽毛 再过六周 胸部的羽毛就变成了蓝色 全部变成成鸟的羽毛 要到一年 在水洼附近 常能见到一大群旧猪鸡成对繁殖 一年四季均可交配繁殖 但主要集中于每年12月 至历年两月间发情 婚姻方式为一夫一妻制 巢溅在隐蔽灌木丛中的地面上 木鸡每次缠乱7到18枚 孵化7月24到28天左右 幼褚两周大时即可飞行 一个月后就长得和成尿差不多 以碎性成熟 寿命约8到12年 大西洋海神阔鱼 大西洋海神阔鱼 是海神腮科 海神腮鼠的海洋软体动物 它也叫蓝龙 蓝天使 蓝海燕 缩海牛等 大西洋海神 海阔鱼的体长约为3到8厘米 体重3到100克 体型扁平 大西洋海神 海阔鱼的头部 急 陆腮 木端尖细 头部圆盾 口腔周围有处须 齿舌具有柱齿状齿片 体侧有一对极小的触角 该种 被侧部为银灰色 副侧部位 则呈暗蓝色或浅蓝色 因体内有气囊 而可以在水中漂浮 其腹足扁平修长 边缘两侧 布有深蓝色条纹 并有体侧生出 3到6枚腹枝 腹枝在末端分岔 可多达84条 每条成万状 以辐射状排列 构成了该种的陆腮 每根陆腮的末端 均具有刺泡囊 用于身体防御 该种的厚足较长 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平常会漂浮于水面上 银色的背面朝下 蓝色的负面朝上 因此 该种实际上 是一直以仰恶的姿势生活的 大西洋海神海阔鱼 利用繁隐蔽类的保护色 进行自我保护 由于该种总是漂在海面上 其银色的背部从水下仰视 看起来就像与泛荧光的海面 融为一体 并略实性鱼类就无法发现它们 而其蓝色的负面从空中俯瞰 同海洋整体蔚蓝的颜色相匹配 对于在水面上空飞行的鸟类而言 也不容易找到它们 太平洋铜眼鱼 太平洋铜眼鱼是一种长相十分奇怪的鱼 它为人 所知的时间可并不长 1939年 铜眼鱼才首次被人类发现 这主要是因为铜眼鱼 作为一种不平常的深海鱼 是海底万米恐怖生物之一 如果游到潜水领域 身体很容易受到损害 因此这么多年来 人们极难发现它的存在 2009年 人们才使用远程控制摄像机 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桶的近身状况 铜眼鱼眼睛在一个十分透明的头部里 里面充满着液体 这眼睛看起来还在不停地转动着 乍一看挺正常 但其实铜眼鱼的眼睛实际上才是它的鼻孔 它头部上那翡翠绿样的结构才是它的眼睛 太平洋铜眼鱼生活在海洋中层地带 这个地带的海水里黯淡无光 有一种名叫管水母的生物 也生活在这个地带 太平洋铜眼鱼常常游在管水母的下方 四肩而动 等待着管水母捕捉猎物 一旦管水母捕捉到猎物 它就会跟着游上去 去与管水母争夺猎物 争夺的过程中 铜眼鱼的眼睛和身体都是向上的 每餐一顿后 铜眼鱼的身体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那向上的研究依旧保持原来的状态 继续保持着巡视和监视 今天的视频有没有让你大开眼界呢 其实我们对于地球并非想象中那般了解 地球上也生存着很多令人类至今未知的生物 或许以前民间的许多相关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可能以前真的就生活着一些如今我们难以理解的生物 不知道大家当地还有哪些比较诡异的传说 或者什么长相奇特的生物呢 欢迎分享 我们一起讨论 好了 本期的高能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